品味南投风康超市 南投实在场联名便当正式开麦 品味南投正式上架 先辅与风康超市策略联盟 设立品味南投严选专区 商品包含南投县致名茶叶 优质严选蜂蜜及巧克力等多款精选半熟礼 并同步推出品味南投13响联名便当 然后可以吃到最健康的指示 还有青菜蔬菜甚至梅子 番薯这些最健康的一个组合 首先我们会在南投县的五个店来推出 那全国其他四十五家店门市 也会陆续的导入 并同步推出我们品味南投在地最好的商品 那包含像红鸡蜜 像三点一克 这些最受国人欢迎的一些健康的食材 那我们其他各店也会同步用团固 用线上网固的方式来同步来推出 来分享我们全国固地的一个好年纪 以十三乡镇市农产推出的年名便当南投十三项 菜色包含南投市五花肉片 草屯镇米饭 楚山镇地瓜 葡梨镇角白笋 及新一箱梅子等 未来将依季节调整菜色 第一阶段在县内五家风康超市设立专区 未来规划拓展至更多门市 你可以看到这个商品当中呢 有我们来自我们的第三番茄 还有我们埔里的特殊性的这个角白笋 以及呢这个是香菇啊 还有这个各种的茶叶蛋 加上这个茶叶把它 就是我们自己入股的茶 弄出来之后就是我们的茶叶蛋 那当然还有我们来自仁爱的 这个高山的一个蔬菜 那这个是我们水里香 这个龙须菜等等 每一个月呢我们所有的这个便当呢 就会来更换菜色 所以呢能够让大家呢 吃到不同季节的好的这些的蔬果 那吃的营养就吃的又健康 先远唐小芬表示 便当几乎是民众生活必需品 其取透过品味南投严选专区的设立 其联名便当的推出 推广南投农产美食 提供农民展示和行销平台 也让消费者选购更方便且安心 包含了我们埔里的小白笋 还有我们民间的姜 还有我们鱼尺的这些香菇等等 所以都把我们十三香镇特色的菜色 都融入在我们的便当里面 那这一次我们严选的品味南投专区 包括了我们埔里的巧克力也好 我们草屯镇的白米也好 那也希望说透过我们这一次 记者会的一个行销 能够让我们大家细细的品尝 我们南投县严选出来的各种礼品 那也能够作为我们伴手礼之外 那也在这里也希望说 透过这一次的一个记者会的一个发布 能够让更多的人来到我们丰康超市 来做一个采购 为了回馈消费者的支持 超市特别推出便当鸡蛋等商品的 超值优惠活动 便当原价109元 现场只要49元 并搭配来自南投优质鸡蛋 原价79元下沙10元的限时优惠 鼓励国人以实际行动 支持南投在地农产 记者洪一伦超团采访报道